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已开始小批量生产 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根据最新公布的军备清单 适用于TK四箱组导弹的新型防空导弹发射箱组 也出现在其中 进一步增强了防空能力 据相关人士透露 所谓的TK四型导弹 其实就是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 天宫三型导弹的发射箱组尺寸为5 5米星号0、8米星号0、84米 而TK四型导弹的发射箱组更为壮观 长、宽、高分别为7、64米、1、1米和1、1米 宛如一座移动的堡垒 至于这款导弹未来的秘密 将继续沿用强弓飞弹 还是回归天宫系列 称为天宫四型防空导弹 军方人士表示 会选择最合适的名称来为其证明 目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正积极进行 陆基防空系统导弹的量产 和相关设施的建设 台湾本岛的天宫三型导弹系统 已基本部署完毕 而外岛的天宫二型导弹系统 已已升级换装为 更先进的天宫三型导弹系统 天宫三型导弹 可以拦截高达45公里高度的敌方导弹 而中山科学研究院 以强弓专案名义研发的 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 其目标是将拦截高度提升至70公里 以便在更高空域拦截并摧毁来袭导弹 相关人士自豪地表示 强弓一型导弹 已通过作战评估 拦截高度达到70公里 而目标 拦截高度100公里的强弓二型导弹 即增程型天宫三型导弹的二型弹 仍在持续进行作战测试 以确保其性能达到最佳标准 在之前的报告中提到 天宫三型防空系统 具备自身反弹道导弹的防护能力 中山科学研究院计划在完成强弓专案研发后 未来将能够整合来自长城预警维达的 来袭导弹情报 利用天宫三型导弹系统 于全台各处的阵地 提升防空及机动作战能力 强化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火网 同时 该系统能对来袭导弹实施攻击 提供周边重要目标的防护 确保整体防空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天宫防空导弹系统的核心 长白相控阵列雷达 由5632个一项器收发单元构成 能覆盖120度的方位角 和70度的抚扬角范围 这一设计 使得雷达波数可以迅速改变方向 能够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 并对其中的24个目标 进行导引攻击 此外 长白雷达的频率变换能力 也是其一大亮点 它能在遭受干扰时 自动切换工作频率 这使得天宫防空导弹系统 在全球防空导弹领域中 稳坐最先进的宝座 追溯天宫防空导弹系统的辉煌历程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20世纪70年代中期 当时 美国向台湾出口的导弹 并未完全满足台湾的期望 因此 台湾决定 将这一重任 交给中山科学研究院 负责推进导弹技术的深入研发 1979年 天宫计划正式启动 分为甲仪两个子项目并行推进 天宫甲型项目 使用重压发动机作为动力 预计耗时7年完成 然而 到了1984年 该项目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更名 转变为天宫二型 同时 天宫一型项目 则采用固体火箭马达作为推进力 开发周期预计为4年 同样在1984年 迎来了新名称 天宫一型 这一系列严谨的研发步骤 不仅彰显了台湾的坚定决心 也反映出其在自主防卫能力建设上的不懈追求 在1981年 中山科学研究院 尝试与雷神公司合作为国后 决定独立承担 天宫一型导弹的研发任务 在设计方面 天宫一型导弹 巧妙融合了RC 六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的外形特点 以便取长扑短 为了提高导弹 在复杂电子战环境中的生存率 采用了双重导引系统 和双重寻标器的设计 极大提升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 同时 为了增强单次发射的杀伤力 导弹弹头的设计 也采用了与雄风一型 反舰导弹相同的重量方案 这种将杀伤力和抗干扰能力 作为设计重点的理念 充分体现了 其在5G系统设计上的精细与匠心 在搜索雷达的选择上 天宫计划办公室 自项目一时 便坚持采用相控阵列雷达 但台湾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储备 相对薄弱 造成了一段时间的技术瓶颈 直到1983年 台湾决定与美国无线电公司 合作开发NSP-100E3D相控阵列雷达 以此为契机 引进关键技术 这项艰巨的任务 最终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三研究所承担 开启了台湾在相控阵列雷达技术上的新篇章 到1986年 天宫异形导弹的双铜巡标器 半主动导引巡标器 和红外线巡标器的综合测试圆满完成 同年7月 天宫异形导弹 进入了先行量产的新阶段 并于12月15日 正式命名为中正100 寓意着其在我国防空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首批天宫异形导弹 在同年22日揭开神秘面纱 首次亮相 便被送网军队进行严苛测试 这些导弹被精心安置在专用导弹箱中 每个发射单元包含4枚导弹 全部搭载于牵引式发射车上 随时准备捍卫天空 在早期阶段 天宫异形导弹系统 尚未配备专属的搜索雷达和指挥系统 其目标搜索和锁定功能 完全依赖于改进版英式导弹照明雷达的天河界面引导 原计划中使用的长白相控阵列雷达 在开发过程中面临重重技术挑战 但这些困难 并未阻挡台湾在防空导弹技术上的坚定步伐 在1987年秋季 具体是在10月12日 台湾在新竹陆军湖口基地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士兵演习 名为乔泰演习 在参谋总场的直接指挥下 这场演习不仅展示了天宫异形导弹的初步构型 还在演习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优化与修改 这些改进为导弹性能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使得1989年9月25日 正式版的天宫异形导弹 及其发射装置顺利交付陆军使用 具备完整维达和指挥装备的全功能天宫防空导弹链 于1993年2月正式服役 标志着防空能力的显著提升 一个完整的天宫异形导弹链的配置 堪称豪华 包括一台长白雷达 两台照明雷达和十辆发射车 这种配置 无疑展示了防空导弹系统领域的综合实力和技术进步 1993年9月30日 首个配备天宫型防空导弹链正式成立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当今防空导弹系统的评价提起中 雷达系统和制导方式的先进性 是衡量其性能的关键指标 天宫异形导弹系统的设计灵感 来自美国海军的宙斯顿战斗系统 该系统以半主动制导的ASM-2导弹为核心 天宫异形导弹系统同样采用相控阵雷达和半主动制导方式 这使得它在与其他的类似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尤其是美俄系统相比 展现出独特的导弹方式 天宫异形的半主动制导配置 相较于爱国者和S-300系统 显著减轻了长白雷达在指挥作战中的负担 增强了对空中目标的掌握能力 其发动机设计包括外部隔热罩 和传输控制信号的外部导管 既是动力源 也是导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发动机外部配有隔热防护罩 以确保其在高速飞行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与爱国者导弹类似 天宫异形 同样使用先进的HTPB混合推进器 使得其射程可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100公里 发射筒采用密封加固的方形铝箱设计 内部装有隔热层 这种设计不仅便于导弹的运输和存储 也显著提升了其在恶劣战场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安全性 体现了防空导弹系统设计上的深厚功力 和对未来战场需求的深刻洞察 常态雷达作为天宫异形系统的核心 其核心技术源自美国的先进技术转档 采用固态收发源和电子扫描技术 整个天线正面由6000个一项器收发单元构成 这使得雷达能够护盖120度的方位角和70度的高低角范围 其设计并且了传统的机械传动装置 使得雷达在扫描时能够瞬间调整空间位置 优雅而迅速地捕捉每一个空中目标 为防空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 常态雷达具备频率跳变能力 能够在遭受敌方电子干扰时 自动转变工作频率 有效抵抗并消化敌方的电子干扰 这一特性显著增强了整个防空系统的 抗干扰能力和战斗效能 使得天宫异形导弹系统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战略需求的演变 台湾的防空导弹系统也在不断进行更新和引进 1997年 台湾开始量产天宫异形防空导弹 这标志着继天宫异形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最初公开的天宫异形原型 但采用两节式弹体设计 体积比天宫异形略大 但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步 量产型导引舱段被大幅缩小 这不仅在保持原有弹体规格的基础上提升了性能 还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益 天宫异形具备众多先进技术 如射程达200公里 射高更高 以及主动雷达导引等 除了军事应用 天宫异形在科学研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 太空计划中使用的太空火箭 与天宫异形的外形极为相似 这表明 天宫异形可能被用作发射载具 暗示或正在将太空火箭用于开发远程弹道导弹技术 此外 天宫三型防空导弹作为更为先进的系统 其开发计划始于1996年 主要目标是拦截低空层战术弹道导弹 但真正的研发工作 直到2001年才开始 为此项目 台湾军方拨出了190亿新台币的研发经费 与雄东三型和雄东二一型并列 统称为新三弹 标志着防空导弹技术上的又一次飞跃 在早期 外界对天宫三型的配置进行了多种猜测 其中一种说法是将搭配长白雷达的次带型号 代号长山的西形雷达 这款雷达拥有令人瞩目的搜索能力 能够捕捉到1000公里外的目标 然而 随着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的模型和实体照片的公开 这些猜测纷纷被推翻 天宫三型在设计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 并进了以往天宫系列的加固阵地理念 转而使整个系统具备机动部署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它配备了类似爱国者导弹系统的NMPQ-65机动向尾雷达车 这是一种机动型三维项列射控雷达 侦测距离超过400公里 这一变化展示了防空系统领域的战术灵活性和技术进步 2007年在盛大的同性演习中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天宫三型导弹 并在随后的台北国际航太展上多次展出其引人注目的四连窗垂直发射车 这些展示不仅彰显了台湾在技术上的自豪与成就 也向外界展示了其实力 然而接下来的几年中 关于天宫三型的消息似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直到2014年12月 中山科学研究院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发布了有关天宫三型导弹后续测试的影片和相关资料 资料中提到 天宫三型导弹的最高速度可达惊人的7马赫 机动过载能力约为50G 这款导弹主要用于防御各种威胁 包括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航导弹 反辐射导弹 短程战术弹道导弹 无人机以及低雷达反射截面机等 凭借这些特性 天宫三型被誉为近年来最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 更令人振奋的是 最新的媒体报道显示 台湾已经开始研发天宫四型导弹 且研发进展出具规模 天宫四型在性能上的提升显著 传闻其射程能达到惊人的250公里 这些性能指标的提高 无疑将是天宫四型 成为全球范围内极为先进的导弹系统之一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